时定吉祥物丹丁二的生日就快到了 也代表着鳄鱼节即将展开 今年的时定鳄鱼节将在7月8号登场 直到7月23号有一系列丰富的活动内容 包括最受欢迎的生态文化导览小旅行 目前已经开始接受报名 一共有两个梯次 每梯次60人将带领民众走访淡蓝古道 吉顺庙以及时定老街 透过专业导览人员的解说 更加了解时定在地人文历史 另外不能错过的就是变装采接秀 也同样可以上网报名咯 有团体组和个人组 只要报名就可以获得可爱的淡定鳄玩偶吊饰 各组前三名还会有购物金哦 二宇变装采接的活动的主场是在7月15号 对那欢迎大家就是变装一起来跟我们游街 那今年的奖品其实也很丰富 我们今年就是用那个淡定购物金来代替我们的奖金 然后就是得奖者他可以拿到购物金 有使用期限是一年可以到今年年底 那他在时定各个商家店家 甚至我们的文创摊位都可以使用 除了小旅行和变装采接外 这一次还会有文创市集 时定观光发展协会理事长林淑芳表示 希望借由市集延伸老街的范围 同时也期盼在年轻文创的活力下 能够激荡出商圈更多的创意发想 时定老街其实很短 然后我们希望给在地的年轻人一点刺激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把除了 时定老街比较偏远的店家 引到时定老街来之外 我们也希望外面的一些文创青年 他们可以到时定来摆摊 然后给我们在地人一些启发 去年首度举办二渔节 让不少人对于时定的印象更加鲜明 时定观光发展协会理事长林淑芳 希望能够让二渔节成为地方年度盛事 让更多民众走进时定 也为地方带来发展 每一年的活动前置 就是让发布讯息之后 让各地的游客知道 每年的暑假可以到时定来参与我们这个活动 然后进阶的就是带动商权的发展 想要进一步了解2023时定二渔节相关活动 可以上网关注时定观光发展协会脸书粉专 也欢迎民众报名参加导览活动和变装采接秀 另外同步招募文创摊位 一起热热闹闹来为可爱的淡定二过生日游 记者杨邦友赵方琪时定采访报道